夏日气温颜值爆表 往往就像空调风扇全都有 冷饮冰棍不离手 可是冰激凌属于生冷食物 吃完虽然感觉到神清气爽 身体燥热减轻 但是有部分人在吃完冰激凌之后 却出现了不良症状 除了肠胃不适 神经性头痛偏头痛 高血压等也表现明显 这种情况需要重视 医生介绍 大量快速地进食过冷的食物 会引起血管收缩与舒张 引发神经性头痛等 对于患有未肠道功能性疾病的人来说 吃冷饮后容易诱发疾病 或是加重症状 还有病人是因为吃了长时间放置后 变质的生冷食品 出现细菌感染而前来就诊 我们部分患者的胃肠道粘膜 实际上对粮食比较敏感的 如果进食冷饮这些刺激性食物之后 它会引起这种胃肠道粘膜蠕动增快 就会导致腐泻 医生建议控制好吃冷饮的量 不要吃太多或频繁吃 空腹的状态下也尽量不要吃冷饮 此外在购买雪糕冷饮等食品时 要注意保质期 开封后尽快食用 不要反复动存 感谢大家考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